这不是马云的时代 而是马云门的时代 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0%以上 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 民企占比超过80% 那么今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大年 也是全力支持民营经济的一年 所以未来这个科技板块的投资方向 到底会在哪里呢 工作的原因我经常会到科创企业走访学习 见证了一个个的民间团队在技术创新的路上 蹒跚向前 最终为社会股东和员工创造财富 这种财富不仅仅在于能够手买到更高科技的产品 也在于我们能够在资本市场上 分享科技企业成长的红利 不过呢我确实也会深刻的感受到 非专业的散户们对于科技这个板块投资的无力 因为门槛太高了 变化又太快了 就比如说今年初GPT在海外开设火爆 要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分析出它的潜力 然后在6月要敏锐的察觉到它热度的消退 只有紧密跟随时代脉搏共振 才能把握好科技红利 而与时代脉搏共振 与产业先锋同行 这正是诺安基金的投资理念 诺安基金是一家规模超过1700亿的公募基金 擅长的就是科技载道 2018年起 他们就在着力不拒科技投资了 希望做最锋利的锚 陪伴优质公司共同成长 2020年又组建了科技组 逐渐打造出多支产品组成的多元化的科技超市 2022年更是从锋利的锚 到做科技投资风向标 前瞻布局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风口 在这背后 深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现阶段 诺安基金对人工智能这板块的后视 是怎么看的呢 诺安基金研究部总经理邓星宜 帮大家总结了一些重点 如果和2010到2015年 移动互联网从元年到应用爆发相比 重要性更大 对线速度也更快 对全球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重塑 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过程中 也会自然孕育出未来10年 影响全球的伟大企业 比如说金融 教育和编程这些领域 它的应用速度会落地更快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包括自动驾驶 机器人 工业应用等领域 从虚拟到现实场景的逐步落地 我想在国内方面呢 未来可能能容纳3到5家领先的大模型 那在AI上游方面呢 包括光模块 服务器等在内的 AI上游领域 它的业绩对线比较清晰 但是真正能够激发AI活力的 我想还是具有爆发潜力的模型和应用的落地 如果听的不是很懂 8月8日下午2点 诺安基金还有场科技投资分享会 会分享更具体的投资思路 如果听完还是不懂 那这个其实就是散户在科技板块的天然劣势了 咱们目前的A股的散户比例 依然超过了40% 而在100年前 其实美股散户比咱们还要多 日系车要败走中国市场了吗 广西战林最近发了一封全员信 说是因为它车卖的太不好了 已经干不下去了 6月份就临时停产了 同时还要裁员 而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日本车企第一次败有中国了 早在2018年 林木汽车就把在长安林木的50%的股份 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长安 自此退出中国市场 但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没觉得这有啥问题啊 因为毕竟林木的那车型都是比较小的 或者是面包车之类的 它就不适应中国的二胎家庭和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 但是三菱可不一样哦 因为曾经三菱是非常强的 像早一点三菱派的口碑相当不错 2012年广汽三菱正式开业 推出的欧莱德等的SUV车型也是爆款 当疫情前的三年是在高光时刻 每年的销量都能达到十几万辆 而且呢三菱不光整车卖的好 零部也很强 像之前咱们很多的国产车型在宣传的时候 都会在显眼的地方说 我的发动机可是三菱的哦 而且直到现在 其实日本车型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很厉害的 2022年三菱的销量也超过了100万辆 但是呢偏偏中国就成了那个唯一的例外 原因就是2022年开始 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起来了 那日汽车在发动机和变速下场 哪怕优势再大 却突然发现没有了用武之地 你毛笔字写的再好 可是现在只好打字的速度了呀 尤其是三菱 它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掉得很惨 2020年销量是腰斩 到2022年跌到只剩下零头 3.36万辆了 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 广汽集团在低路销量的时候 三菱都直接被四手五入给搞没了 而同时咱们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呢 是从2531万辆增长到了2686万辆 云友和增长的这些带高 全部都是被比亚迪广汽长安长城和理想给抢走了 其实不光日系车啊 德系车的处境也差不多 在燃油车时代 他们可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在中国市场可以说是横着走的 稍微热门一点的车型都要加价才能买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 当这个新能源的浪潮一打过来的时候 原来的成绩就变成了包袱 转型特别的艰难 最新6月份的销量数据显示 所有德系日系在中国市场的新能源销量加起来 勉强只能跟排第六名的理想打个平手 然后前两天不是还爆出消息吗 说是奥迪要向中国企业买技术 用来生产电动车 之前很多人都会讨论说 这行业会不会也像智能手机一样 出现一个诺基亚时刻呢 就是原有的燃油车 就会像功能机被智能手机取代一样 哪怕你没有做错什么 却也会因为出路显得重大变化 迅速的被新能源车给淘汰掉 那现在看来至少在中国市场 是很有可能复制这个诺基亚时刻的 当然这个速度来的可能没那么快 因为毕竟手机是一两天 美国现在再次无限的接近金融危机 为啥这么说呢 如果您年收入是五万块钱 但是您欠了33万元的外债 别说还这笔钱了 您每年光利息要还两万块 那你该怎么办 这不就只能继续借更多的债 才能维持生存呢 而这个就是现在美国面临的情况了 收入不到五万亿 本来收不抵制了 还欠了33万亿的国债 而随着加息 它要付的利息还变得越来越多 最近的随着加息 10年期美债收益在快速的升高 已经接近5%了 达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 长期美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 意味着美国的长债成本也在水涨涵高 如果高息的新债 把过去低息的旧债全部置坏 光利息支出就接近两万亿 那美联邦真的会不堪重负 随时有可能停摆 就只能继续借更多的钱来维持运转了 于是呢 今年出现一边加息 一边放水的罕见场面 在2008年贵国银行破产的时候 美联储不就是被迫在加息周期里面大幅都扩表吗 直到银行危机平息之后 美联储再重新缩表 用了一个季度才缩到了硅谷银行出事之前的水平 所以别看现在美国天天喊着收集货币 一旦他们的财政陷入绝境 或者又有重要的中机构被加息拉爆的话 美联储能够在一夜之间缩了两年的表给扩回来 那么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吗 当然有可能啊 您和美国有一点不同 就是您的几款额度是有限的 而美国只要美联储信用还在 就可以无限印象购买美债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无限挥霍的信用啊 这场寄星环旧的游戏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美元如果继续降息 那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全面债务违约信用破产 一个是边吃边拉 顶着高息继续借债 直到信用破产 两条都是死路 目前来看呢 美联储重回降息 扩表的轨道可能还会有一丝的升级 大不了就美元贬值班 比起信用破产 美元贬值这个事儿显然是更划算的 那先把眼前这一关给过 通胀的问题就留给后人去解决班 可是就算是美联储有这样的想法 它也需要一个明确信号 要么是经济显著的衰退 要么是某个重要的金融机构再次不累 因为美联储在实际操作中 从来不做跨周期调节 最拿手的就是预期管理 每一次都是建棺材不掉泪 炸一颗大雷绝不放开水炸 别看它现在口号强硬 说要压死通胀 这要出事了 估计印钞开得比谁都要快 而目前的情况是 美国各个银行的违约掉期 在快速的扩大 美债收入率的波动水平 在异常的升高 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 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不知面对一个危机 美国会如何应对 而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 未来如果美国选择放水干预的话 则打开了我们的政策刺激空间了 美元和美债收入率同步下跌这个事儿 也会有利于我们的资产价格回升 而如果他们选择一直干预放任下去的话 那美元霸权就结束了呀 A股的又一个大笑话呀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了 领了罚单 帮省计的会计所也被罚了 不光罚了还扣银业执照 不让你在A股接单 按理说这应该会吓到那些做坏事的人吧 结果呢还是我们太天真了呀 证件会是开罚单 可人家呢是换了个名字 就把它给躲掉了 要是都这么晚的话 这A股能好的了吗 怎么回事啊 有家A股公司叫金通灵 因为连续六年业绩造假 去年十月被证监局开罚单 这一家公司的审计机构 叫大华会计师试所 也在今年五月份挨了板子 看上去罚的挺严的 罚款了四千万的同事呢 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六月 意思就是说呢 这半年里面 它不能够再在A股接单了 在这个罚单开出来之后 好几十家A股公司 纷纷跟它解了约 不要你审资了 本来大家还以为 这可以震慑到那些干坏事的机构了 结果仔细看 这些公司是这边跟大华写了约 转头呢 就选了深圳大华国际 和北京大华国际 猫腻在哪啊 这两家会计所 光名字里面有大华 里面的会计团 很多都是来自于处罚的那个大华 连分锁注册地 装修风格都是一样的 这点感情就是 你不让鲁迅做生意了 但我们找的可是周数人呢 说实话上市公司造假 帮他审计的快事入所 自然是能看出来的 但现实的情况是 上市公司花钱 请人家来审计自己 上市公司才是给钱的 甲方爸爸呀 那会计所为了保住自己的贩买 不用想 也会默契地配合 睁着眼闭着眼 当然了为了尽量避免 这种情况出现 那监管存在的办法就是 罚公司的同时也罚会计所 不光罚款 还提你的资格 相当于扣营业执照 但是很快呢又被人发现漏洞了 你乏了大话扣了执照是吧 但是里面的一些会计师可以跳槽啊 而且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我要是找新的会计师 容易泄露我的商业机密 那还不容易就找原来的老熟人呢 你带着相簿跳槽就行了呗 结果就是你把他的东门关了 人家转身开了西门 照常做生意 现在这bug是被发现了 那怎么解决呢 之前有人提过思路 比如说审计机构不能让上市公司自己找 得由监管层来指派 或者是随机抽签 但问题是每家公司行业规模都不一样 老要是换人的话 实际操作起来也挺麻烦 还有人建议说对审计机构的处罚 就干脆要穿透到人 不光是罚会计师 还有相关的合伙人都得负上连贷责任 永久给他拉黑 想当年安然这家公司造假 结果把近百年历史的会计所安达系都给搞黄了 如果我们还继续这样不痛不痒的 能行吗 马云不再是支付宝的实际控制人了 央行官网公司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那之前支付宝的实控人是马云嘛 是由蚂蚁集团全资持股的 就是说支付宝是儿子公司 爸爸是蚂蚁集团 现在的儿子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其实是因为爸爸公司在今年1月份 已经进行了一个投票权结构的调整 那现在央行同意了这个调整 具体怎么调整呢 核心就是投票权的变化 从马云集团一致行动人 共同行使股份表决权 改变成为包括蚂蚁集团的管理层 员工代表和创始人马云在内的 10名自然人 分别独立行使这个股份表决权 在调整前 马云是间接持有着蚂蚁金风53.64%的股份 这使他成为了公司的实控人 而调整之后 虽然说马云的股权比例是不变的 但是他只有6.28%的股份表决权了 表决权发生了变化 但是股东及持股比例不变 经济利益不受影响 但是股份表决权更加的透明 而且分散了 这也意味着马云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控人 也就不再是子公司支付宝的负责人了 那么央行同意支付宝成为无实控人的公司 这也意味着蚂蚁集团将不再存在着单一大股东 这可能也是监管部门 对于金融科技公司的一种风险防控手段 避免公司由于单一股东导致行为失控 还记得两年前 在马云10月份的对此演讲之后 蚂蚁金服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开募集发行 在最后一刻被调停 马云淡出了公众视野 蚂蚁金服被捕重组 而外界一直都在猜 马云将会放弃实际控制权 蚂蚁金服从最初跟阿里巴巴分割 再到今天和马云分割 可能都还是在为后续上市做准备 另外2022年底 蚂蚁消费金融公司的百亿增资计划 火批了 在这份百亿增资计划中 蚂蚁集团仍然是出资50%的最大股东 第二大股东则是杭州金投数科 出资10% 这个杭州金投数科则是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公司 下属的国有全资公司 现在的蚂蚁金服在控制权层面上完成调用 相信它距离上就迈进一步了 不过由于A股市要求企业在变革控制权之后 必须要有三年才能上市 而在香港交易所等待一年就可以了 这意味着蚂蚁集团虽然短期无法上市 但之后就很有可能会冲击港股或者是A股 马云在是支付宝的实际控制人的同时 蚂蚁集团旗下的恒生电子 国泰产险这两家公司 也同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这个似乎也在宣告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不久前的马云有一张近照在网上流传 照片中呢他看起来是苍老了许多 这一年马云12出现在萨拉肉窝的街头 人们揣测他可能是在为阿里开脱国际市场 12又出现在东京的盛代集市 人们又揣测他可能只是在享受退休生活 要知道1964年出生的马云还不到60岁 他2018年56岁时就选择了退休 而马云崛起的那些年 正好也是民营经济风起云涌的岁月 突然就想起了马斯克之前在国内一个论坛上 问起的那句话 杰克马去哪了 今年的一到十月五个民间投资 同比下降了0.5% 民营经济发展局成立 各种政策暖风平垂 但是似乎民企一直没有完全的回到 几年前的亢奋状态 今年以来